大脚趾头旁边骨头突出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风涛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大脚趾旁边突出的话 我们在临床上脚的脚骨外翻 它的表现就是 一个大脚趾是向外翻着 但是脚趾骨和脚趾骨根部的话 有一块骨头向内突出 然后是你可以看到局部的一个皮肤发红 就是磨成一些茧子 它的局部是非常的疼痛 有的人严重的时候 走几步都就非常的疼 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以女性多见 有一定的遗传背景 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也是根据病情的不同 然后采取相应的一个治疗办法 比如说它的症状比较轻微 它的外翻角度不是很大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用一些 就是在大脚趾和第二指中间 我们可能垫一些东西 让它进行一个矫正 还有一些专门的一些 腹位的一些支具这些东西 可以进行一个矫正 就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可能就在临床上 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手术的干预 手术的也有非常多 几十种的一个办法 进行一个治疗 当然要根据具体的病的情况 来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对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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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